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如果说一名球员在年仅20岁就一撞眼前被选入NBA 隔年入选全明星 直接生涯的第三个赛季变影下年度MVP的肯定 成为全NBA最年轻的MVP 我想将来的球员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 升级有机会影响一个时代 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主宰力 最伟大的球员 没错 这名球员正是我们大家熟知的Derek Rose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 Derek Rose本人提出要求 希望灰熊队将其踩掉 在这个多少拳击破头想要锁定一个轮体席位 寻出一份保障合约的时代 甚至有些不惜放弃一切为了重返NBA的大舞台 Derek Rose却选择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一般来说 像Derek Rose这种曾经的球星 现如今依旧保有基本战力的成为自由球员 通常都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 就是底星加盟争冠冠球队一元总冠军梦 第二 就是选择退役 第三 就是装玩海外赛场打球 虽然说报道都称Derek Rose本周会宣布自己的下一步 但我想任何一个经历过Derek Rose时代的球迷 现在最有关心的肯定是 Derek Rose这次选择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其背后的潜在动机到底是什么 并且Derek Rose是否有退休的可能性 那么Derek Rose在12-13赛季 因为ACO上市而整机报效以后 他接下来回归的每个赛季除了是数据有下滑 更重要的是耐散度也开始出问题了 基本上除了公牛队末端的15-16赛季和尼克队初期的16-17赛季 剩下每一季都至少缺战差不多30场比赛 近几年不管是因为没有出场机会又或是上兵 整个赛季打下来也仅有三分之一的出情率 从公牛队 后续转战尼克队 并且开始骑士队流浪 再到灰狼队 火赛队 再次回到尼克队 再到现如今的灰熊队 曾经的标凤玫瑰 本应该是天之骄子 确保受伤病摧残而追踪成为NBA的流浪人 不管是膝盖 腿部 脚踝 背部甚至肌肉的伤势 增战了16个赛季的他生涯攻击带了六支球队 如果说大家没有经历过Derry Rose受伤前的时代 我觉得一组输却能特别凸显他的强大 即使在生涯后半段 不管是球权还是进攻把握度都有严重下滑 但Derry Rose的生涯场卷得分依旧还能有17.4分 可想而知巅峰的他有多么强大 可能的球迷会想 Derry Rose赢得MVP的那一个赛季也就场卷25分 放到现如今来看也好像没有特别强 但要知道 10-11赛季NBA球队增长比赛场卷得分仅有99.6分 那个赛季的得分王KD 场卷是27.7分 我知道这样的对比很粗糙 但概念上来讲 Derry Rose巅峰时候绝对是一等一的顶尖一号位 那么我想第三个转往海外赛上打球基本可以先排除掉 如果说想要打球 没有必要自己中断合约 NBA同样也还有合约 当然海外赛场以他的能力搞不好可以作为主战阵容 但Derry Rose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机会 主动放弃在NBA征战的机会 简单来讲 以他的能力就算多打完一个赛季以后 也同样可以有在海外赛场作为主战阵容的机会 而底星加盟总冠军球队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毕竟Derry Rose虽然说还保有作为替补席的战力 但Derry Rose的打法其实要上车也并不容易 首先 他在受伤以后逐渐转型到更为偏纯红的打法 考虑去到珍贯球队一定不可能是首发战力 因此从替补席出发的 他其实球队要发挥到他最大的成效 必须要确保有一名能打档猜 并且还要拉开场上空间的射手群 而且最好后场的搭档能有较为强势的防守和无球能力 可想而知 这样的要求对于珍贯球队来讲并不容易达成 尤其在新西别老子写下的运行 球队深度不偏都是珍贯球队共有的难题 那可能有球迷会想 如果说是作与球队第三替补控呢 我觉得问题的症结点根本就不是在于Derry Row 是否能作为球队的替补控或是被选替补控 而是只要以他作为替补控的竞争球队 要发挥到最大的成效就必须有一套算是完整的替补阵容 那下个赛季的夺冠任务我们稍微看过就好 这里我们用ESPN给数的夺冠赔率来看 目前最被看好赢下总冠军的球队分别是 旅三军 七热忍队 尼克队 雷霆队 金块队 灰狼队和独行虾 一共七支球队 四支西部和三支东部的球队 我们来看东区的部分 讲真的七热忍队本期的补强以后整体战力相当完整 游戏后场的部分除了是肯定以Taris Maxi为核心 替补西不管是Regid Jackson的砍分能力 又或是考Laurie的防守和指挥进攻的能力 说真的Derry Rowles的到来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升级 个人是觉得七热忍队不会特意为他而去做出太多的权移动 尼克队的部分就更简单了 虽然Tom Thibode的确和Derry Rowles共识蛮长的时间 但现如今尼克队的检队方针 并且以Tom Thibode所希望打造出的防守体系 我是觉得Derry Rowles很难复合救世了 况且Derry Rowles也不是没有占尼克队 在Tom Thibode手下效力过 然后则是绿三军 讲真的 绿三军应该是目前这些球队当中相对比较有机会的了 先不论他们的替补戏基本上五个位置都不算是太差 而且的确有可以和Derry Rowles打挡菜的替补进去 也有可以拉开场上空间的3D或是射手群 但问题是绿三军阵容已经这么完整的情况下 真的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变的动作以补进Derry Rowles吗 虽然说他的确场上场下都能带来些微的贡献 但实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补进Derry Rowles 再来则是雷霆队 基本上Derry Rowles的球风就和SJ等年轻权搭不起来 并且在替补西有可能会倾出部分球权 以让Kason Wallace探索持球的潜力 除非真的是从老将价值和休息室领袖的角度出发 否则雷霆队也没有特别需要补进Derry Rowles 至于精快队 他们的替补西如此薄弱就像前面讲的 补进Derry Rowles的效益同样不高 况且他们替补西在补了Rus Westbrook以后 现在最余薄弱的地方我反倒觉得是前场 至于独行下 本季在 Spencer Divinity回归以后 他们阵容中无疑的缺口也算是补齐了 完全没有Derry Rowles的位置 那么灰狼队 确实他们应该是整个西区最有机会找来Derry Rowles动机的球队了 毕竟作为一支下个赛级要争贯的球队 他们真的敢把整个恶争持球点完全堵在Rob Dillingham身上吗 我想他们是有疑虑的 否则也不会补进Jo Ingle是一个兼具一些分球和自主进攻能力的老将 虽然说某种程度也有可能是为了补上Carl Anderson离去以后的战利空缺就是了 但讲现实一点 Derry Rowles是一名6-13的空位 Rob Dillingham也同样是一名6-13的空位 在Derry Rowles遭遇上病前 他同样是一名得分优先的空位 只是碍于后续想留在NBA继续征战的机会 因此才开始转型成更多组织和串联的打法 两人目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经验值而已 况且会让对恶争的防守 我是不觉得有主意可以弥补他们控球这个点的防守烈士 不管是Derry Rowles或是Rob Dillingham都一样 所以说这么一圈看下来 大家觉得底星加盟总冠军球队的可能性还高吗 那么讲下来 虽然个人也不是很想承认 但Derry Rowles就是选择退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毕竟Derry Rowles的履历并且加上近几年的状况来看 不管是提升入选名人堂和历史地位 或是入选名人堂机会有历史地位下滑也好 就算多打几年也不会改变关于他名人堂或是历史地位的问题 买单他过去所做到的人就是买单 不看好的人就是不看好 而且去人伤病归来 其实在康复训练所需要投入的心理 加上所需要的意志力是非常疲劳的 更别提Derry Rowles还是几个大伤将回来的 而且Derry Rowles并非没有尝试 从场上大发 比如攻击型控球转变成存控 若是定位上的改变 比如一球在手的MVP当家球星 再到球队第六人 会不会在35岁的年纪就想要结束这些痛苦的旅程 也不是不可能 无论如何 Derry Rowles的下一步绝对是这几天球迷会非常关心的问题 好的 那么关于Derry Rowles这次选择成为完全只有球员棋背后的潜在动机 整理由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Derry Rowles是否会退赢呢 大家觉得他应该就是推移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了 去让我找你们的想法 要喜欢本期影片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